Snake Island is off the coast of Brazil and it's crawling with venomous pit vipers Scientists estimate that almost anywhere you set foot a gruesome death is lurking no more than three feet away If one of these were to bite us We would have six hours to get off the island Oh, so we could die at two hours and 45 minutes Oh, oh, oh 世界上有最严酷的环境 在那里生存 是一场与自然极端条件的持续战斗 从着热的沙漠到最寒冷的城市 这期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些 即使是经验最丰富的冒险家来说 也会面临挑战的致命地方 不过在开始前 还请大家先点个赞并订阅探索号 这样既能回看往期视频 也不会错过下期精彩内容 那么我们正式切入正题 巨大的深吭 大蓝洞位于伯利兹海岸附近 以其迷人的美景和独特的水下特征而闻名 直径约300米 深约150米 它是全球最大的水下天坑之一 这里是一个受欢迎的潜水目的地 潜水者喜欢巴厘岛的大蓝洞 因为它清澈的海水 还有机会看到五叶鹦鹉鱼 加勒比海珊瑚礁 鲨鱼和幼鱼等酷鱼 有些人可能会担心遇到鲨鱼 但事实是 虽然鲨鱼确实栖息在该地区 但它们通常不会对人类构成重大威胁 可怕的死亡谷 这片土地如此炎热 以此被称为死亡谷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 与内华达州的边界上 是北美最炎热和最干燥的国家公园 它保持着地球上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温度 1913年7月10日测得的数据来看 夏季温度常常超过49摄氏度 最高气温可达到56.7摄氏度 是目前地球上已知的最高气温记录 尽管这是最热的山谷 但这里充满了在这片极端沙漠中 生存下来的脆弱而顽强的生物 对于那些既喜欢令人难以置信的风景 又喜欢品尝大自然最艰苦条件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必去的陆地景点 世界上最冷的城市 奥伊米亚康是是俄罗斯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一村庄 被广泛认为是地球上最冷的居住地之一 这个遥远的西伯利亚村庄体验 拥有极其严酷的冬天 气温经常骤降到冰点以下 并保持着官方记录的最低记录 1933年2月 该地的最低气温为零下67.7摄氏度 尽管气候恶劣 但还是有人口生活在那里 让我们得以一亏 那些适应这种极端条件的人的任性 这个村庄因其独特的极地寒冷气候 而受到国际关注 吸引了好奇的旅行者 和对研究极端天气条件感兴趣的研究人员 恐怖的蛇岛 它的名字定义了它本身 因为它是一个最危险的蛇的迷你世界 蛇岛官方名称为伊尔哈达克·埃达德 是巴西圣保罗州沿岸 大约35公里处的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 岛上有成千上万的蛇类 它们的毒液对人类来说是致命的 为此它赢得了这个致命的绰号 因为这里有一种剧毒的蛇 那就是金来之蛇 也称作岛屿香味蛇 由于毒蛇带来的危险 巴西政府禁止游客私自进入蛇岛 所以大家最好不要冒着生命危险去那里 纳伊卡水晶洞 这是一个惊人的自然奇观 位于墨西哥奇瓦瓦州的纳伊卡镇下方 它在2000年被发现 当时矿工们在挖掘一个新的隧道 以开采迁 新和银石偶然发现了这个洞穴 以其非凡的巨大亚西酸盐晶体而闻名 不仅如此 这些晶体的长度可以达到12米 并且已经生长了数千年 洞穴里的高温和高湿度 让探索变得很有挑战性 创造了一个晶体生长的恶劣环境 巨大的透明地层赋予了洞穴和其他世俗的外观 吸引了科学家和探险家的注意 尽管它非常美丽 但由于极端的条件 进入洞穴是很有挑战性的 可怕的油灾难 梅鲁鲁SUU位于吉尔吉斯斯坦 以其独特的自然美景和复杂的环境历史而闻名 该阵以油矿开采而闻名 在苏联合工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隐藏的秘密在于油带来的环境挑战 尾矿引发了人们对放射性污染的担忧 1958年 放射性废物不受控制的释放 这是吉尔吉斯斯坦西部干旱山区 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事件 虽然周围环绕着令人惊叹的景观 但它面临着管理和减轻过去采矿活动 对环境影响的持续任务 该阵的历史将中亚美景与和开发的复杂性交织在一起 使其成为一个自然和工业在该地区 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地方 乌尤尼岩爪 它也被西称为岩之城 也许并没有错 因为乌尤尼是世界上最大的岩爪 位于玻利维亚西南部 以其广阔的平坦地带而闻名 绵延一万平方公里的无边无际的地平线 地壳有几米厚 估计含有一百亿吨岩 在雨季 它创造了一种超现实的镜子效果 以天空和白云为背景 这个自然奇观吸引了摄影师 冒险家和旅行者们的前往 提供了非凡的和令人惊叹的体验 地狱之门 达尔巴扎气体云石坑 通常被称为地狱之门 是一个超现实的和迷人的自然现象 位于土库曼斯坦的卡拉库姆沙漠 它起源于1971年苏联的一次钻井事故 当时一个天然气洞穴坍塌 释放出甲烷 为了防止毒气扩散 决定将其点燃 然而从那以后 火焰一直在燃烧 把陨石坑变成了一个无法熄灭的火坑 照亮了沙漠的每个夜晚 导致陆续燃烧已经超过了50年 目前地狱之门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 和其他世俗吸引力的地点 吸引好奇的旅行者和摄影师 部落岛 也被称为绍兵岛 位于孟加拉湾 是印度洋安达曼群岛的一部分 它很有名 因为住在那里的森提纳人 不喜欢外人 更喜欢独自生活 绍兵岛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使它是地球上最后一个 拥有原始部落的地方之一 印度政府实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 以保护部落免受潜在威胁的侵害 并保持它们独特的生活方式 因此绍兵岛在很大程度上 仍然是神秘的 以及未被触及的 这是现代世界中 孤立文化恢复力的证明 新布伦瑞克省茨利山 它位于加拿大 是一个欺骗你的眼睛 和重力游戏的地方 当你把车开到山脚下 把车挂在空档上时 你的车似乎是自己在爬坡 这是一种视觉错觉 创造了一种迷人的体验 人们参观此山 来见证这一奇怪的现象 并在试图弄清楚 它是如何工作的过程中 获得乐趣 除了神秘的丽山 该地区通常还包括 其他景点和活动 使其成为 好奇旅行者的古怪 和娱乐目的地 挪威的巨型浴缸岩湖 大漩涡是一个强大的自然奇观 这是一个旋转的漩涡 就像一个巨大的排水浴缸 有潮汐穿过狭窄的直道行程 这里的水流非常强劲 形成了漩涡和湍流 这迷人的自然力量的展示 吸引了前来见证漩涡的游客 这不仅仅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 大漩涡也影响着海洋生物 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 它提醒人们 自然力量可以释放出 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和美丽 使它成为一个迷人的目的地 大自然的礼物 多米尼克的沸腾湖 是一个伟大的自然奇观 以其酷热而闻名 在岛屿的中心 创造了一个不断沸腾和蒸汽的大锅 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热泉湖 这个湖位于多米尼克的 Morantua Pittens国家公园内 该公园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自然遗产 这个湖的温度 在90到100摄氏度之间徘徊 对于这样的温度 我估计也只有孙悟空敢去泡啊 沸腾湖位于多米尼克岛的中南部 距离首都罗索约9公里 但如果你只想体验地球的神奇力量 那就来这里吧 马达加斯加的超现实景观 贝马拉哈国家公园 是一个真正非凡的地方 它以其独特的石灰岩构造而闻名 称为CNG 马达加斯加语中的意思是 在那里不能光脚走路 它锋利而尖锐 使它看起来像一个石灵 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因为它独特的动植物 比如湖喉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 这些岩石有得高达70米 经过数百万年的时间才形成的 揭示了地球的古老故事 当地人认为它很神圣 认为它具有精神上的重要性 神奇的乌鲁鲁 它也被称为爱尔斯岩 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一块巨大的沙岩巨石 它是这个国家最具标志性的自然地标之一 从平坦的沙漠景观中陡然升起 乌鲁鲁以其醒目的红色而闻名 尤其是在日出和日落时 对土著阿南古人来说是神圣的 它具有重要的文化意 游客可以在步道上探索它的基地 发现古老的岩石艺术 了解与该遗址相关的文化故事 在过去攀登乌鲁鲁是一项很受欢迎的活动 但从2019年开始 出于对该遗址文化意义的尊重 它不再被允许 煎锅湖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温泉之一 煎锅湖 这个湖因其广阔和圆形而得名 就像一个煎锅 煎锅湖的水被地热活动加热 达到接近沸点的温度 它充满活力的绿松石和绿色的色调 归功于富含矿物质的水和微生物的活动 使煎锅湖更加迷人的 使不断上升的蒸汽和偶尔的喷发活动 增加了动态自然景观的元素 到达新西兰北岛淮芒谷火山谷的游客 可以亲眼目睹煎锅湖周围的美景和地热器官 撒哈拉绿洲 在广阔的利比亚撒哈拉沙漠中 却蕴藏着一个隐藏的宝藏 这片绿洲由天然泉水和地下河流滋养 这些绿洲支持着各种动植物的生存 为疲惫的旅行者和流浪部落 提供了临时休息等场所 这片非凡的沙海绵延数百公里 创造了迷人而富有挑战性的地形 对于那些冒险进入沙漠中心的人来说 萨哈拉沙漠可能是危险的 因为极端的温度 令人迷失方向的景观和可能发生的沙尘暴 广阔的孤立地区 意味着可能无法随时获得帮助 魔鬼之浴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霓虹绿色湖泊 位于新西兰的怀澳塔普 它也叫魔鬼的浴池 这种独特的颜色 是由水中高浓度的硫和较白的盐引起的 这些矿物和该地区的地热活动相结合 创造了超现实的景观 这个名字增添了一种阴谋的元素 抓住了想象 成为怀澳塔普公园地热仙境中 引人注目和有趣的景点之一 奥福顿桥 苏格兰西邓巴顿郡敦巴顿附近的奥福顿桥 因一个奇怪的谜团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它有时被称为狗的神秘行为桥 因为有些狗的行为很奇怪 会从桥上跳下来 原因至今没有合理的解释 人们提出了不同的想法 比如奇怪的气味或磁力 但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尽管狗的行为很奇怪 不过这座桥本身很迷人 延伸到附近的房屋车道上 可以看到苏格兰乡村的美景 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地方 但奇怪的狗的滑稽动作 使它不仅仅是一座桥 导致它越来越神秘 纳特龙湖 位于坦桑尼亚的纳特龙湖 有着阴森的一面 它非常咸 碱心水可以把死在里面的动物 变成像石头一样的雕像 想象一下幽灵般的雕塑 点缀在这个湖里面 被时间冻结了 这种怪异的现象的发生 是因为湖中富含矿物质 整个场景散发出 另一种世俗的氛围 使湖泊自然既迷人 又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大自然在它所有的美丽和严酷中 有时揭示这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景象 提醒我们在自然世界中 发挥作用的神秘力量 那么这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你对这期的哪个发现最感兴趣呢 或者你还知道其他的危险地方吗 请在下方和我们一同分享 同时请看看现在屏幕上 出现的其他很酷的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